好 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的節目現場 我是錢子 先介紹這個小時的來賓 首先是評論員謝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體育主播陳亞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觀眾朋友 我們今天這個小時 都要鎖定在奧運 尤其是我們中華隊的國手 真的好棒棒 昨天這一幕 我不曉得您看了怎麼樣 至少我本人超級感動 很多台灣人都覺得 這是台灣之光 舉重女神郭信淳 大家看一下這個畫面 昨天這是歷史的一刻 他在東京奧運 一舉拿下了金牌 這一幕是背後多少汗水 跟淚水的累積 看著我們中華 對奧運會的會期升起 然後我們的國旗歌 響起的時候 很多人都熱淚盈眶 當然也包括了郭信淳 郭信淳留下了激動的淚水 而在第一時間 我們也可以看到 郭信淳跟他的教練擁抱 那郭信淳那個時候的臉 看起來是有一點生氣 他其實自己也有講 他有一點懊惱 他希望能夠打破世界紀錄 不過我們必須要跟郭信淳講 你已經非常棒了 他也透過了岳陽的專訪 告訴大家 他下一次2024還要再躲金 我們來聽聽看 背戰 然後有點沉寂 然後在開始背戰的時候 對那一種過程 我覺得其實希望有機會可以塞後 可以跟大家好好分享 在我的社群網站上 你現在就是一個表演者 然後你必須把最好的表演帶給大家 那我覺得這樣子 可能對我來說會是 還不錯的一個轉換的想法 把自己最後一塊拼圖能夠平上 其實時間 接近亞運的時間也其實蠻緊的 所以 亞洲運動會 應該是還是會參加的 那我覺得在接下來的規劃 是希望在明年亞運之後 然後如果身體狀況 雲水的情況下 應該還是會想再拼2024看看 好 這是郭信淳 舉重女神接受我們的岳陽電話訪問 視訊訪問 就是透過我們這個體育 一個TPBS的體育記者 藍芸銘 小蘭 你跟他這個訪問的時候 他給你什麼樣的感覺 他當時的心情如何 其實我們這幾天 都有跟這個信淳 每天就是透過這樣的岳陽連線 那當然這一次的金牌 就是對他來說是最後一塊拼圖 他一直強調是最後一塊拼圖 那他昨天拿到這個獎牌的時候 他也是洗肌耳氣 那當然昨天還有一個 就是大家比較關注的話題 就是他跟教練的這個互動 這個這一張照片 對 沒錯 其實其實過去可以看到 他的施大運 其實跟教練有很多是這樣的場景 那他說他昨天這個反應 其實就是一個很自然 因為他跟教練就常常罵 在訪問當中還有說 以前他怕教練 現在教練怕他 教練把他比較怕他生氣 他現在教練怕他 對 沒錯 但其實這個怕 也不是說真的怕 就是一種開玩笑的方式 所以他覺得昨天這個事情 似乎有點被放大 他自己都有一點嚇到 所以他有透過這樣的一個 錄影來告訴大家說 其實就是單純的一個互動 沒有什麼樣的意思 好 我們來聽聽看郭姓淳 他怎麼說的 其實教練就是一直 這十多年來的比賽上 其實他一直都是一個很穩定軍心的一個核心存在的人物 對 雖然我很愛鬧他 很愛這樣他 因為以前我以前很怕他 但是現在是反過來 他現在很怕我 對 所以他其實很怕我生氣啊 很怕我心情不好 所以他很多時候他就是默默的忍著 今天最終的目標就是第三把 我一定要挑戰我的世界紀錄140 就是一定要把就是挑戰140一公斤這樣 緊張是緊張 因為畢竟依珊珊在跳11的過程中 其實我只有大概兩分鐘的時間 可以做一個喘息的機會 雖然最後沒有起來 我覺得非常可惜 那當下我 我其實真的當下也非常的懊惱 對 但是也很謝謝大家對我的關心 然後最後一把140一公斤沒有起來 但是我沒有受傷喔 他真的好可愛喔 他就說我沒有受傷喔 大家還記得嗎 他挑戰那140一公斤 這個是世界紀錄 他倒在地上的時候 他是笑著的 我們可以看到法新社 有這一張獨家的照片 因為版權的關係 我們不能把它撥出來 可是我們問一下亞里 那一刻我知道 好多人在臉書上都PO那張照片 尤其是國旗哥出現的時候 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其實在挑戰這個紀錄的同時 其實大家透過這幾天的轉播 可以看到在舉重比賽 尤其在奧運這樣最高等級 這樣的一個比賽 其實在使盡全力比賽的過程當中 每個選手其實有的時候 你會感覺好像面目猙獰 但是你看郭信淳 因為他的實力 在這一個59公斤級別 跟其他選手有一段滿大的差距 所以他就算在最後一把 已經確定得金牌了 可是他是要挑戰他自己 140公斤的這樣的一個停絕紀錄 沒有成功 但是他也是完全是一個充滿自信的感覺 我們常常說自信的女人最美 自信的男人最帥氣 我覺得在就算挑戰這個141公斤 新的世界紀錄 新的奧運紀錄不成功 但是郭信淳也在那個照片當中 替台灣做了最好的一個宣傳 也替他自己做 留下一張最美的照片 是 那張照片很多女生都記得 可能大家的目光或是焦點不一樣 我們都看到郭信淳的耳朵上的耳環 是一個某種牌子 某個名牌的耳環 也展露出他內心小女人 還有愛美的那一面 剛剛看到他跟教練擁抱的那一刻 那位教練是林靜能教練 帶郭信淳到奧運去的教練 不過我們知道 郭信淳有一位啟蒙教練 對他來說 像媽媽一樣 像姊姊一樣 也是嚴格的教練 現在就在我們線上 這是郭亞玲老師 郭亞玲教練 您好 這位來賓 大家好 是 郭亞玲 這個 郭教練 首先要恭喜您 您交出來的學生 現在可以說是 我們現在全台灣的這個焦點 那能不能夠談一談 過去幸存在您的教導下 我知道他國中就在您麾下 你可以談一談他過去的特性 以及你比較難忘的事情 我們大概十三歲就開始 衝刺體重專項的運動 但是他在十三到十五歲的這個階段的時候 他其實是比較做全民的運動 就是像網路裡面 像一些報導都有講 田徑 籃球 角力 柔道 他都去參與過 那大概在國三十五歲那一年 我們就確定要讓他走專項的部分 然後就開始做舉重專項 一直到十五歲到十八歲 十八歲他就獲選為倫敦奧運的代表權這樣子 那過程比較辛苦的地方就是 我們每天早上要每天早上大概六點 我們就要做程序訓練 然後下午大概兩點半到大概兩點半 因為我們有一些熱身的活動會比較久 大概兩點半我們大概到六點 然後其他時間我們可能還會做一些課業的方面 然後或者是做其他心理部分的加強 對 然後比較困難的地方 就是還沒有成名的時候 就默默的時候 我們發現他是有可以站在國際的舞台 那個拼金奪運的時候 那段過程是比較辛苦 因為他是單親的家庭的小 那我可能就扮演如母的角色 就是有點類似像望子成龍 望女成鳳的心態 所以我對貴姓存是非常嚴格的 那個嚴格的程度 可能我都會賞他耳光 就是可能練習不好的時候 會 就是有一些在青春期的 因為你們看到大概都是比較 像成名之後你們大概看到就是他很好 很乖 氣質很好的運動員 但是你可以再回頭看看他在13歲到15歲 這些青春期的過程中 我的團隊裡面其中有一個紀律 是不能談戀愛 然後大概在 因為我覺得在15歲到18歲 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是需要非常專心 然後心無旁護 對 你必須要給他一個很明確的一個方向 所以郭慶存當時偷談戀愛嗎 有啊 有啊 在高一的時候他都談戀愛 然後後來被我知道 然後我嚴格到就是把他所有東西 就丟在我們的場館外面 就跟他說要不你就認真戀 要不你就好好談戀愛 把這件事情做好 我們等隊員大概六點都訓練完了 他就走進來跟我說 就哭著跟我說 我要認真練習 專心練習 對 你這樣就結斷了他的戀愛之路就是了 我們現在也可以看到 這個浦教練一邊講話的時候 底下有一些照片 看起來就是舊照片 那是郭慶存 小時候 國中 青春期開始在 對 高中 這個是他高三的時候 然後這個是在備戰 禮約奧運的時候 回來母校跟我們團隊一起訓練 就在我們的訓練場館外面 然後這是跟我們的學弟妹 一起在做訓練 這是我們的場館外面 其實我們的環境非常 然後 對 這個就是我們的場館 就是他成長跟他茁壯的一個地方 這是我們的訓練環境 對 浦教練 其實我們知道姓淳 對不起 請說 這次我們去參加 2011年的世界青年運動會 對 那時候我們一起去參賽 對 浦教練 我們知道姓淳 好幾次都在媒體前面提到您 他認為你對他的影響 真的非常的大 那現在的林靜能教練 也是您的妹妹的先生 所以說你一家人對於這個姓淳的教導 他感佩於心 尤其是上一次 我記得這個禮約奧運的國光獎金 五百萬元 他是不是也把他就是拿出來 全部提出來打算要分給大家 您覺得他的這樣子反饋的心 很多人都說其實非常不容易 因為很多選手他可能就是每一個 每一年每一年來提 那他也做了很多回饋的動作 包括也捐了救護車 這個部分您可以這個稍微跟我們講一下嗎 姓淳 是謝謝 就是我的選手之前 在二零一六年以前 我帶出來的 因為我是基層教練 然後我當初有一點不捨 就是如果我離開台東體中 這個環境的話 那我的底下的一些學生 我不知道要交給什麼樣的人 來管理這個團隊 所以那個時候剛好那個林靜仁教練 也是剛剛那個主持人講的我妹夫 那時候他在國家訓練中心 那我所有歷屆青少年的那些 或青年的國手 也是我就成交給林靜仁教練來帶 那至於回饋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個可能要他問他本人 這個我就不是很清楚 回饋這個部分 那我只能談論 就是我跟他之間的一些訓練 跟一些比較比較密切的一些活動 自己回饋的地方 兼救護車的地方 其實我也沒有實際參與 這個他們的這個計畫裡面 這可能要問他們 因為後來性存是不大 所以詳細情形 我覺得應該問他們兩個 會比較清楚 是 教練你曾經提過 選手除了他自己天生的厲害 他的能耐 他的能量之外 心理素質非常重要 你可以談一談性存 他的最大的特性是什麼 他的心理素質是怎麼樣練就的 我這個部分其實也不是說 只有性存的心理素質 只是說他比較能夠確定他的目標 因為其實我們大概都知道 運動員的心理素質來自於哪裏 每一次的成功 他會訂定一個非常強大的心理建設 對 然後剛好聚集很多的姻緣際會 他在每一次的國際賽裡面 他都獲獎 他有得名 然後他也很確定說 他繼續往這條方向走 對 然後也大概也大家都知道 他是單親的家庭 然後當家庭的一些經濟也是落在他身上 所以他必須要繼續走下去 否則的話 我想對一個小女 對他以前到現在來講 其實他所有的15歲開始 所有的學費 生活費他都得靠自己 包括自己家裡的經濟壓力 也都是落在他一個人身上 所以他早熟的原因也有一個部分 然後讓我覺得比較心疼的部分也會這樣 所以我會對他特別嚴格是也是因為這樣 因為必須也只有這樣子才能夠 讓他完成更多的事 可能是基於這個部分 所以他更加知道要回饋 好 我們真的非常謝謝普亞林教練 也非常謝謝您 在我們的東台灣 非常辛苦的付出 教育我們更多更多的中華國手 謝謝您 謝謝您 再見 我可以講一下嗎 可以可以 來 就是可以 我想利用這個時機真的是要 要跟所有那個 體育界的基層教練這裡要鼓勵一下 因為我知道那個過程很辛苦 對 然後勉勵他們就是 其實頻繁的每一 頻繁的過每一天 認證過每一天 真的會累積一個不頻繁 對 然後我知道這個過程很辛苦很難 但是要堅持下去 對 因為其實在運動場上啊 心裡的堅持啊 會大過你的身體的表現 對 我希望還有更多的那些基層的教練 請加油 對 我知道你們都默默的在跟 對 希望透過這樣的那個鼓勵 能夠期許更多台灣的金牌 對 大家一起加油 對 我們知道普教練現在呢 也帶了非常多的小選手 就像過去的這個郭慶純一樣 現在都在普教練的這個麾下 那也非常謝謝普教練的付出 無私的奉獻 非常謝謝您 謝謝 再見 來問一下賓哥 我們知道其他的這個成長過程 還有一些歷練 我們剛剛有提到一些 可是他特別是來自這個非常 比較貧困的家庭 然後又是單親 到底怎麼樣 他的成長過程是如何 請賓哥告訴我們 其實大家可能很想像 因為小的時候 他家境還境就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然後你知道嗎 他們曾經就是為了 因為你房租錢繳不出來 然後就只好他們可能 突然之間連夜就要搬走 連夜被趕走 就是他要趕快找另外一個地方住 就常常這個地方住一陣子 那個地方住一陣子 你想想看小孩子 我們一般的小孩 你平常家裡很富足 然後你每天有爸媽看著 你都會不想念書 想出去玩幹嘛的 像他這樣一直動盪不安的 反而他們會想到說 我覺得他應該是從小 就滿有責任感的一個小女生 所以他會覺得說 他可能不願意看到媽媽 家裡這麼辛苦 所以他必須要去承擔 家裡的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他很小的時候 當他發覺自己有 這一方面的才能的時候 他就開始覺得立定志向 要去說把自己的能力 發揮到一個極致 所以你看他自己 剛剛教練講 他從15歲開始 包括他自己的所有的費用 包括家裡的費用 都要一個人去解決 這個對我們一般的小孩子來講 是非常難以想像的 可是他就一路這樣撐上去 當然他到現在還是 想要去尋找一下 他自己的親生父親 想要知道他父親到底在哪裡 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就是 你知道 剛剛你問到他 他去捐那個救護車的事情 其實你知道為什麼嗎 是因為他自己在訓練的時候 他在國家訓練中心就受傷了 受傷他就倒在地上 等待救護車來救他 結果他那時候心裡頭在想是 我是在國家訓練中心裡頭 我如果在這邊都要等到這麼久 救護車才能夠來救我 像他們台東的那些偏鄉的 小孩子怎麼辦 所以他才想到 後來就用自己的獎金 去捐助救護車 讓偏鄉的地區的人 也能夠享受到 所以我覺得 其實他年紀很輕耶 他17歲而已 他年紀只有我一半大 我就是在後面 他年紀這麼輕的人 可是我覺得他很有責任感 然後想到的事情很多 而且我覺得 對自己的期許也很高 所以你會看到 每一個成功的人 我覺得是有他的特質存在 也就是他一直不斷的 自己努力鞭策自己 像剛剛教練講到那個 其實通常小女生會怎樣 你知道 我在談戀愛的時候 你教練打斷我 會生氣 我會選擇去跟男朋友在一起 不會選擇跟教練在一起 可是他的選擇是 他決定回來繼續 完成他的訓練 所以那種表示 他不是單純只有想到自己的人 他是想到很多 想到自己的家庭 想到很多其他的東西的人 我覺得就是他這種 特別的心理素質 讓他能夠 你要知道那個選手訓練 過程是非常枯燥無聊 然後又很痛苦的 然後一路從十幾歲 一路癌上來 我覺得他今天拿到這個獎牌 真的是實至名歸 是 我們看到就是他成功的 那一刻那個閃亮的樣子 可是他過去付出十多年 他才27歲 13歲就跟著教練 蒲教練一起來練習 那家境不好又單親 所以他沒有變壞 剛才蒲教練一直講 沒有自暴自棄 你可以看到他的成長過程 從這麼可愛的小朋友 你看看這個是國小 這個幼稚園畢業 然後到青春期17歲 一直到2011年 進入我們左營的國訓中心 然後接受林靜能教練的指導 2016年颱風重創 台東 林教練家影的屋頂都被掀開了 那可是這個林教練 還是陪著他比賽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 那五百萬的國光獎金 那教練很客氣 他沒有講這個部分 那我們知道是 他寧願把獎金拿出來 跟教練評分 因為這個蒲教練也講到 我們台灣的基層的 這個體育教練 其實是非常辛苦的 在2017年的時候 郭信淳也上了小燕姐的 小燕有約 也談到了他很多的心路歷程 我們來聽聽看 其實因為我國三那一年的 學生拿了金牌之後 其實就有發現自己在 自己在這個項目 是有那麼一點點的天賦 對 當然我們都知道 有天賦是不是 就是不行的 你還是要去努力 對 所以因為努力過後 所以這天賦變得就是 讓我可以站上國際的舞台 讓那家人可以聚在一起 然後甚至讓國家 整個團結起來 因為那時候 其實受傷之前 90公斤對我來說 是非常簡單 對 但受傷之後因為 因為是腿 腿對舉重來說非常重要 所以那時候90公斤變得說 我想要舉起來 可是有時候就沒辦法 所以那時候就會很難過說 90公斤都舉不起來 你要用什麼去 你要去怎麼參加比賽 對 就是不要說站上那個舞台 就是會 那時候就會覺得很 很失落 然後就那時候就真的崩潰 就直接大哭這樣 畢竟受這麼大的傷 然後你要四個月 可以拉回到那個層樽 對 真的是非常的困難這樣 所以當你後來 再舉過100的時候 其實那是你恢復信心 對 就是那個點 很奇怪就是 我相信所有運動員都是這樣 就是那個點 你只要跨過了 其實後面就是真的會 躺去上去了 然後那個請求 因為他就常改善了